在上个视频中,我们在这个矩阵开始讲起 从这里开始讲,我们说这个矩阵的生成空间恰好就是列向量的生成空间 我在这里写出来,但是我并不清楚它是否线性无关 如果它不是线性无关,那它就不是一个充分的基底 对它进行运算,我们得到了A的零空间 我们发现A的零空间不只有零向量 这只是这两个向量的生成空间 也就是说这些列向量不是线性无关的 我们以前看过几个这样的视频,我们利用它们不线性相关的这个信息 尝试通过去掉多余的向量,得到线性无关 我们可以去掉这个和这个,因为这两个向量本质上是和自由向量相关的列 我们可以用小技巧来做 我们设其中一个等于零,另一个等于负一 然后求出主变量,然后另外一个等于零 另外一个等于负一,然后求出主变量 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一般化的过程 如果你有一系列自由变量 你可以设除其中一个外,其他都是零 那么那个不为零的 你可以另其等于负一 你可以用主变量和的形式来表示 其中主变量是由自由变量的一个函数 一般而言,这是做这种题的捷径 我们在这里必须要做得更慢一些 如果我有一个矩阵A 我想求出它的列空间的基底 列空间就是这些向量的生成空间 但是如果我想到一个线性无关的基底 我需要计算出线性无关的向量 我要做的就是把它划成行简化阶梯形 当我把它划成行简化阶梯形时 我在这里已经做了 这个就是A的行简化阶梯形 我们可以看到和主变量相关的变量 这个是X1 往上滚动一些 这个和X1相关对吧 把它和X1相成时 你得到了这一列乘X1 这一列乘X2 这一列乘X3 这一列乘X4 当你看到一个普通的矩阵A 当你看到矩阵A时 它是一样的 如果你写成AX等于0 这一列与X1相关 这一列类似的和X2 X3 X4相关 你可以做的是 变形成行简化阶梯形 你可以看出那一列有主源 或者说和主变量相关 X1和X2的和主变量是相关的 或者它们是主变量 它们与前两列相关 因此前两列是列空间的一个基底 我是怎么得到的呢 是凭空想象的吗 当然不是 它来源于一个事实 你总可以构建一种情形 其中和自由变量相关的向量 你可以把它们写成 和主变量相关的向量的线性组合 我们在上次做了这么一个特殊的题 但是有一种快捷且邪恶的方法来做 我不知道算不算是邪恶 取这个矩阵 把它画成行简化阶梯形 你可以看到这一列 和这一列是和自由变量相关的 因此这一列 和这一列必然 必然和自由变量是相关的 解极和AX等于0 或者行简化阶梯形的AX等于0是相同的 它们是一样的 因此如果这一列和这一列 是和自由变量相关的 也就是说通过恰当的选取自由变量的值 它们可以被表示成 和主变量相关的列的线性组合 也就是这一列 和这一列 这两列就是A的一个基底 我们可以看到 沿着往下看 1,2,3和1,1,4 我们做了很多工作 使用了各种方法 我们说这是A的列生成空间的基底 现在完成所有的工作 我们来看 我们是否能 实现A的列空间的可视化 我有一种奇怪的感觉 我也许说过几次列空间 但是列空间是什么样的呢 有很多方式来可思考 它是什么样的 其中一种方法是 看到生成空间是两个向量 它是R3的一个元素 这是R3中的一个向量 这也是R3中的一个向量 我来画出X轴和Z轴 正常情况下 这是Y轴、Z轴和X轴 如果我想在三维空间中表示的话 向量1、2、3是这样的 这是1 这是1、2 这是1、2、3 因此这是1 上面是3 在标准形式下 向量就是这样的 这是这个向量 向量1、1、4 这是1 上面是4 因此它是这样的 实际上在三维中很难去画它 我们只需要了解这种思想 但是列空间是这两个向量的生成空间 这两个向量的所有的线性组合 因此这两个向量所有的线性组合 会形成一个包含着 两个向量的线性组合 如果对这两个向量进行倍数组合 你可以得到任意的向量 如果将它们两个向加 你会在这里得到一个向量 如果你如果加上这个向量的两倍 你会在这里得到一个向量 如果你把它们看成是位置向量 它们实质上是R3上的平面 我们来看看能否得到这个平面的方程 怎么来做呢 我们知道根据一个法向量 点乘任意一个向量 我们可以计算一个平面的方程 我来写出法向量 法向量点乘 平面上任意一个向量 X减去平面上任意一个点 或者说是平面上任意一个向量 因此我减去向量 1、2、3 等于0 我们利用这个信息来计算出 这个平面的平方 但是法向量是什么呢 我们怎么来寻找 这个平面的法向量 首先它是一个向量 在不混淆问题的前提下 我用一种方法画出来 如果平面是这样的 那么法向量就是这样的 我怎么来得到一个法向量 我们知道 对任意两个向量做插成 在R3上唯一定义的插成 我会得到一个向量 它和这两个向量都垂直 我们来做插成 这是思考问题的很好方式 因为它整合了我们目前知道的 所有的知识 法向 定义法向量 等于1、2、3 乘以 1、1、4 结果是什么 首相先忽略不考虑 我们得到2乘以4 减3等于1 2乘以4等于8 是8减3 第二行 有1乘以4 我要做的是 1乘以4减去3乘以1 但是我需要求的相反数 3乘以1等于3 减去1乘以4 我们以前做过好多次 如果你感觉很陌生 请复习插成的视频 你忽略了中间行 正常情况下是 1乘以4减去3乘以1 但是中间行需要求相反数 我们只是对R23是这样定义的 因此我们得到了 3乘以1减去1乘以4 对于最后一行是1乘以1 减1减去2乘以1就是2 最后等于向量 5-1-1 通过插成的定义 我已经给你们展示了很多次 它和这两个向量是垂直的 因此它也和这两个向量 所有的先行组合是垂直的 现在我们求出了法向量 我们可以定义 这个平面的传统意义下的方程 我们知道反向量是5-1-1 它是通过取基底向量 和平面上任意的向量的 插成得到的 我写出任意一个向量 令它等于XYZ XYZ 由于坐标轴是这样定义的 这个就是X轴 是XYZ XYZ减去 我选择这两个向量中的一个 随便选择减去1 2 3 这个式子等于0 这一项等于多少 它等于 我来把它写得更简便一些 5-1-1点乘 这一项等于多少 是X-1 Y-2 Z-3 点乘机等于0 点乘机是什么 5乘以X-1加上-1乘 加上-1乘 Y-2 加上-1乘 Z-3 结果等于0 这个就是点乘的定义 简化这个式子 得到5X-5 -Y 加2 -Z 加3 等于0 2加3 等于5 再减去5 抵消了 常数向是0 我们得到5X-Y-Z 等于0 这个平面是A的列空间 现在我们已经证明 它确实是A中的一个平面 并且这个平面是经过圆点的 如果你令Z等于Y等于Z等于0 那么它满足这个方程 这是有意义的 因为我们说过一个矩阵的列空间 必须是非空子空间 而一个非空子空间必然含有一个0下量 在R3空间中坐标就是0 0 现在我要做的是看我能否用完全不同的方法 来得到相同的答案 我都忘了回头来看看原始的A 我在上面已经做了很多标记 我只需要复制粘贴 原始的A在这里 复制 粘贴 嗯不对 这不是我想要的 我来想想 我把复制粘贴搞错了 我来做这一点 我不想浪费你们的时间 复制 粘贴 好的 向下滚动 我们来找到一块干净的地方 把A放到下面 我已经用了很多空间了 开始拖动 把A放在这儿 我要做的是看 能否用完全不同的方法来算出结果 这个结果 我是通过计算出了列生成空间的基底得到的 通过对两个基底向量做差乘得到法向量 然后利用法向量 和差做点乘 这个差是这个向量 你用任意一个向量减去其中的一个基底向量 用这种方法求得平面上的向量 这个就是在此平面上的向量 平面上的任意一个向量 点乘法 点乘法向量都等于零 实际上我应该做一个编柱 我之所以说 法向量是这两个基底向量的差乘 是因为我知道这两个基底向量 不仅指定了平面上的某些点 我们称这个向量是蓝向量 它们不仅指定了平面上的某些点 而它们本身就是完全在平面上的 我是怎么知道的呢 因为我知道 000向量是在生成空间中 对吧 我们知道如果在标准位置上面画向量的话 点000在生成空间中 我们还知道它的终点也在生成空间中 那么整个向量就在平面上 同样的 这整个向量就在这个平面上 因此如果我做插乘 任何和这两个向量 或者这两个向量的组合 垂直的向量 必然和这个平面垂直 我们在这里得到了这个结果 我们利用这个式子 和列生成空间的其他定义 其他的定义 它确实是一个等价的定义 AX所有的有效解 其中X是RN中的元素 另一种思路是 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 AX等于B的所有的有效比 其中X是RN中的元素 它俩是等价的叙述 我们在这里刚定义了AX等于B 因此它俩是等价的描述 我们用这个式子继续下去 我们定义了B 因此B是R3中的向量对吧 我们已经有了类似的直觉力 去AX B等于XYZ 我想计算出 XYZ能否得到一个有效解 去向量A 用它乘以 实际上我想到了一个最好的方法 我们刚用过 我们要求解AX等于B 实际上就产生了一个增广矩阵 其中有了一个矩阵A 我们可以用B进行增广 把它划成行简化阶梯形 它实际上代表了解空间 我们就这么做 我们在这里用B构造一个增广矩阵 我在这里写出来XYZ 这就是A关于B的增广 这个是A 这个是B 我来把它划成行简化阶梯形 然后求出解空间 XYZ定义了一个有效B 我得到了什么 我要做的第一件事 在以前的练习中做过 保持第一行不变 是111X 我们用第二行 减去第一行的两倍 来代替原来的第一行 我来这样做 我来用第一行的二倍减去第一行 来代替原第二行 因此用二倍的第一行减去第二行 这里我们得到2X减Y 有2X1-1-2等于0 而2X1-1等于1 而2X1-4等于-2 然后2X1-3等于-1 很简单 现在我用第三行减去第一行的三倍 来替换第三行 用第三行减去 不是 我来用这种方法做 第三行减去第一行的三倍 我先做B这行 因为我能记得我做的是什么 第三行减去第一行的三倍 有3减去3乘1等于0 4减去3乘1等于1 1减去3乘1等于-2 然后2减去3乘1等于-1 现在我可以直接变形到行简化阶梯型 但是我已经注意到了一些有意思的事情 我从已知的出发尝试去消去第三行 消去第三行的最好方法就是 替换第三行 因此我甚至无需担心第一行 第二行是0、1、-2、-1 2x减去外 现在我不需要担心第一行了 为了化简成行简化阶梯型 我只需要替换第三行 用第二行减去第三行来替换它 因此你得到2x减y减z加3x 我只是用它来减它 因此是-z加3x有0-0等于0 又是1-1等于0 而且-2减去-2等于0 如果它等于0 那么ax等于b就有有效解 如果它不等于0会怎样 我们会看到一堆0等于某一个数 它是不可能有解的 如果我选择一个非0的b 那么我无法求解 如果这一项等于5 如果我去选择xyz得到这个表达式等于5 那么ax等于b是无解的 因为它会得到0等于5 所以这个必须是0 为了使b有效 2x减y减z加3必须为0 或者说b在a的列空间中 就必须满足 ax等于0 它必须是等于0 那它等于什么 加上2x加3x 我得到5x减y减z等于0 这和我们之前 用跡向量得出的结果一致 你知道为什么吗 根据定义跡向量的定义 它们必须是在自身的列空间中 通过在插乘 我来寻找一个反向量 我说过 插乘和任意一个空间中的 有效向量 减去其中一个基底的成绩 b定等于0 然后我得到了这个方程 我们也可以用其他方法来做 我们也可以通过 令b等于这个 来解这个方程 我们说过 什么b会给出一个有效解 我们唯一的有效解 当这项等于0时得到 因为这一行剩下的都是0 当我令它等于0时 我得到了相同的方程 希望你们感到 还令人满意 因为我们用两种不同的方法 来求解这个问题 并得到相同的结果 它向你们展示了 线性代数之美 它们其实是相互融洽的 我们的纸子 我们的纸子 也很想要 一点点 这就是 我们的纸子 有纸子 我们的纸子 我们的纸子 就是 我们的纸子